佔領台現在位在江翠國中的側門 包商已經將工地的側門焊死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進入 而且架起的圍離大概有三公尺這麼高 我們只好攀爬圍牆才能勉強 看到現在雖然兩個工人陪同一位女警上訴抓老師 但是老師用鐵鏈滾在樹幹上面 實際上動手的是兩個工人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實際動手的是兩位工人 反而是女警陪同在旁邊 兩位工人現在在執行警察的勤務 原本應該袖手旁觀的工人 竟然代替國家執法 在有爭議的行政命令司法未決的狀況下 強行勒住老師他現在 戴白色安全帽工地帽的工人勒住老師 想要強行將他 在埃球中的老師已經被拉下 鐵鏈也被他們剪斷了 然後再問他 離開 width 離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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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